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宫廷普尔手茶 那么这款茶的话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生产的 用的是宫廷级的原料 这款宫廷茶砖呢是在几年前 跟一位就是普尔手茶的长家手上去收过来的 说就是这个茶的话它的原料非常好 它非常看好这款茶的后期的转化 我在经过了很多次的品鉴 以及就是了解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批茶全部的都收下来了 因为我相信这款茶的话呢 有非常好的收藏价值 而且也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喝 那么在这个包装上面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款茶砖的话 来自云南的林昌茶区 那么说到林昌的话 大家应该会很熟悉的一款茶就是冰岛 在那边的话冰岛啊西龟啊都非常的出名 林昌茶区呢原始森林覆盖 然后生物多样性 然后那边的话呢就是古茶树的资源非常的丰富 那么在这样的古茶树上采下来的这些原料的话 非常适合做普尔茶 所以在林昌的话呢 它也被称作是天下普尔第一昌 那么这款宫廷茶砖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包装呢非常的完整 在这个上面就是茶名 厂名 地址这些信息呢 都非常的完整 包括后面的话它的生产日期 还有它的生产许可证都有在上面 那么像这样一个就是信息非常完整的一款茶的话 我们去收藏去品饮都会非常的放心 这款宫廷茶砖呢 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首先它这么一块砖的话 就足足有250克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原料的话 用的都是宫廷级的 就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像这样的价格的话 一般只能买到基本上是5级以下原料制作的手砖 这款宫廷茶砖从2012年存放到现在呢 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6年的时间当中 这个茶呢都被存放在专业的茶仓 那么专业的茶仓 对一款普洱茶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普洱茶品质的形成呢 非常有帮助 这个包装我们打开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砖身呢 它非常的紧致 然后可以看到上面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金毫 一看它就是一个宫廷级的一个原料 那么我们撬开之后呢 我们看到里外 其实它都是一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等级的原料的 一般的投茶量的话呢 比如说像一把紫萨糊 它的量是150毫升 那么投茶呢 在6到7克的样子 那么葱泡出来的这个茶汤的话 它是非常的就是很透亮 然后红艳 那么喝起来呢 有明显的花香 糯香 路口很滋味很纯正 就是甘甜 很顺滑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非常的耐泡 很多茶友就是喝过这款茶之后呢 都会来跟我分享 就是最大的感觉呢 就是顺滑 就是喝这个茶的时候啊 我们感觉没有用喝这个动作 而这个茶呢 是自然的就是滑下去的感觉 特别的舒服 所以这款普洱茶 不论是从原料 还有产地 还有它的年份 它的一个综合的滋味 以及它的仓储情况 从这五点来讲 这样的一个价位 足以证明它是一款 就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普洱手茶 我们下期再见